曾海怎能不下得住口 他当初干这档子事 是出于赚取暴力的私心 又自以为藏得天衣无缝 压根儿没想过家族什么的 如今东窗事发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向家族求援 但让袁诚意说 可能曾氏会因此陷入极大的危机 他完全懵傻了 货船入上都关港 袁诚下令封锁消息 请他的上官出面监察 结果连皇帝都亲自来看 至天明破晓 共搜出羽箭三千 刀箭七八百 生铁近九百弹 这是近年来破获的最大 一起私犯武器事件 加上又是运往大球 甚至牵涉到中州曾氏 皇帝震怒 立刻密指刑部 大理寺和御史台三寺 最高长官暗审 向中书省拒报 再由中书省对他直输 如元城所料 曾家那位大老爷太子太父大人 和二老爷次使大人暂停一切公务 说是避嫌 其实就是变相禁足 并接受三思传讯 曾海之罪很大 大到诸连九族都不会有太多反对之声 尽管大球打着求和的旗号而来 大洲和大球表面关系还算良好 但大球兵马是大洲边境最大的忌讳 因为大球使团还在上都 何谈仍要继续 此事不能张扬 皇帝在元城消息封锁及时 而捉拿曾海又立大功 特令他为此案专司 未同从三品中书侍郎 有调动都护军行搜查追捕之权 但曾海的罪状已名 暂观死牢 而宏图船厂自这日起船牌废止 里面所有船只包括土地 以及曾海的全部家产 尽数充公 莫子之所以知道的那么详细 皆因这位喜欢找下属下棋的皇大人 从关港跟着元城回了元府 和睡宝刚要出门的他碰个正着 皇帝继续装自己是元城的上官 莫子却不能继续装自己是静王府的丫头 犹豫不绝间 元城很简单替他找到了说法 这丫头挺机灵 年龄到了被主子放出府 下官这里又缺管是李家的 就把他雇了来 府里外头都帮我走走 皇帝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这丫头是不错 元城 你眼光向来好 朕 真是动作也快 对了 除夕月宫的花灯夜市 你也带他来凑凑热闹 月宫 莫子对娱乐方面孤陋寡闻 月宫是皇宫外院的宫殿 常用于举行非正式 较为随和的君臣宴 或迎客宴 皇亲贵咒或官家的家眷 也多可一起参加 元城说完还补充 这次 魏两国使臣能宾至如归 不但有丰盛的年夜饭 还照三国风俗 准备了不少庆年的活动 所以皇帝 邀各家邪卷一同凑去 莫子一听 自然不情愿去当凑去的 况且 还有大求使臣在场 连忙白首 嗯 那我可不去 我算哪门子家眷 平白无故坏了大人名上 皇帝就喜欢莫子说实话 不但怂恿他一定要去 还帮他支招 同身后宦官 要了一枚牌子递给他 拿这块牌子 不跟你家大人 你自己去也行 元城一夜不睡 精神好的照样使唤 哦 这是皇上发的来去自如令 只有深得皇社信任的人才有 莫子 赶紧谢谢皇大人 不让他推辞 皇帝不等莫子说谢 先说不客气 就借你一晚上 要还的 莫子心想 我又没问你借 但 这等于是皇帝惊口预言 不去是不可能的了 除夕 大雪 洛英兴冲冲捧着一个包袱 寄屋就喊 小姐 今晚的新衣群送到了 赶紧试试吧 外屋有两人 阿豪在发呆 华英在练字 对洛英的起劲 没给什么反应 洛英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 天性乐观的他 继续往屋里走 小姐 礼物却没人 洛英将包袱 放在梳妆台上 转身出去 也不问阿豪和华英 而是走到外面 绕去屋后 敲一扇紧闭的小园门 小姐 毕子洛英 新衣裙拿来了 大管家说 再过一个时辰就出发 你看是不是该打扮起来 洛英料定 莫子在门里一样 半晌无声 然后门开 一身木工服 扎着马尾的莫子走出来 对洛英笑道 用一个时辰来打扮 我又不是千金小姐 大家闺秀 不过是隋大人 一起去错热闹 再说 这种场合男装比较适宜 女装爱手爱脚 洛英把门轻轻合上 对院子里的坑坑洼洼 视而不见 小姐不能这么说 我听大管家说 这回是国宴 要跟其他两国的使臣 同殿而坐 总不能让他们 小瞧了咱们大洲 而且大人说 想看小姐漂亮得 跟天仙似的 想好穿男装呢 莫子笑着摇头 原成说 想看我跟天仙似的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洛英有些懒人 扭捏回答 大人说的 毕子不完全懂 但他确实有说到 天仙这两个字 所以毕子猜了 洛英和华英都是 洗衣服的丫头 大管家本想让他 挑两个细巧些的 可莫子拒绝了 就要他们两个 他不是大小姐 身边也不需要 伺候他的丫鬟 实在要选 就选简单人 华英想学写字 你想学什么 不好奇原成的原话 莫子问洛英 嗯 毕子笨 只有手脚麻烈 洛英摇摇头 能一直伺候小姐就好 莫子不勉强 他正在尝试 不从自己的观念 去改变他人的想法 一切顺其自然 有时 他看着不好 不代表别人觉得坏 求三娘是他管得最多的 但结果证明不太管用 还是这句话 先管好自己吧 一个多时辰后 原成在马车前等 夜色暗了 狐从们点起新年的花灯 将周围照得喜气洋洋 有早放的爆竹鞭炮 热闹喧嚣 地上已经铺了一层薄雪 容金无瑕 明年颠着脚尖张望 嘴里唠叨 莫子姑娘一向做事爽气 这会儿怎么还不来 咱们都等过两课了 大人 要不要再派人去请一次 原成信步走到梅树下 抬手一摇枝 用衣袍接落梅 只要是女子 出门总要仔细打扮 若能令人赏心悦目 等等何妨 明年继续唠叨 要是别人 小的还能有点期待 三公子啊 墨哥 墨长时这般称呼下来 无论如何打扮 我想到的 也就是英姿 萨爽 玉树临风 潇洒替躺之类的形容 就好比 他瞧过他在船厂干活时 那套不伦不类的衣服 好看是好看 却不能称作 明艳照人 选一些还起整的 原成收在衣袖中 一转头 便宁目而笑 你别再唠叨了 让他听见 你说他不像女人 恐怕你今后日子不好过 他若是整你 我也不好为你求饶 毕竟 是你不对在先 明年低头弄嘴 暗道 明明就是偏心眼 再抬头 打起笑脸 往来路上一瞧 眼睛就越瞪越大 乌发晚随云 坠一根明珠簪 再无别事 面上未湿脂粉 天然粉白如玉色 却细描了眉 还点珠红口枝 贴眉花垫 一见银湖边 收袖防雪宽袍 袖子叶盘腾去冬意 连衣随不起 群边燕子过春江 层层明蓝沙绣 风吹雪飘 仿佛水在流 燕在飞 还有 何处翠铃声 是他手中那把白纸伞 伞骨 有银铃 圆成眸色渐身 谁能说 在他眼前的 不是一位绝色美人 不过几件好衣 不过稍作修饰 他那藏在 陈衣旧山下的 美丽容颜 便亮如明月 明年 明年 现在可还想用 英姿飒爽 他饱想眼福 不忘调侃书童 明年眨眨眼 趁墨子还未走近 嘀咕道 大人 你要跟他多说说 今后多这么打扮 那咱们就常常赏心悦目了 元成笑出了声 墨子过来听见 皱眉看着自己这身 是不是穿久了男装或丫头装 只觉得别扭 这么贵重的服饰 他在大球宫里总穿 但并不自在 穿穿就习惯了 明年插嘴 明年刚还让我跟你说 今后 不 最好天天这么打扮 他就有眼福了 元成告状 明年顿时苦下一张脸 大人 墨子哪能不懂 故意插腰半恶脸 好啊你个明年 笑我以前丑 明年跳上车 赶紧给掀帘子 大人 该出发了 这会儿已经晚了 再迟变成最后一个 那怎生得了 元成本想上车 又转身回来 从袖子中掏出先前摘的梅 递给墨子 其他都好 就是发上太粟了些 也来不及置心的 不过 梅花还算清新 注意什么 说完 便进车里去了 墨子习惯跟他一车 刚要抬脚踩凳 却让明年拦住 墨子姑娘如今是交客 和大人同车 会惹人闲话 请坐后面那辆马车 小子一本正经 让车夫可以走了 交客 看着马车慢慢往门口驶去 墨子不知该笑这称谓 还是该谢元成想的周到 总之 手里攥着金灿灿的梅花 哑然失笑 月宫在墨子眼里 不是一个宫殿 而是个很漂亮的园子 一个建在水上的漂亮园子 下车就得坐船 因为是皇家盛宴 谁从丫头都进不来 小太监来招呼 说暂时没船了 让元成和他 在暖亭里稍等片刻 自会有人来换上船 踏进暖亭 桌上放了各色点心 还有热茶烫酒 虽有秦棋备案 让人打发时间 不过 元成不会秦 墨子则两样都不碰 他其实会棋 但冲那么久不会 也不急着表现 而且 下棋是很费功夫的 估计下不了几个子 船就来了 元成 暂尽和阿好阿月他们 被留在外殿 让他心里没底 于是压低了声 求定心玩 那谁的功夫 能不能避开皇宫室外 谁 代指已单钉狗师徒俩 梅花很好看 元成没回答他 却看着他发间插进的那些梅花 阿月也说好看 谢谢你 他要是在现代 实在找不到工作 可以去干设计类的活 没准进军个巴黎什么的 莫子心想 不必谢我 元成眸中收入梅花点点 花美 皆因人美 莫子一下子脸红了 戚戚爱爱 一句顾左右而言 他的话也没说出来 这时 听到小太监的声音 说船来了 水上一只小画坊 两名撑船的 莫子跟着元成上船 面色趁机恢复正常 还尽力调侃 不能同车 却同船 我是不是该等下一船 元成不急说什么 就听有人喊 暂时别开船 岸上的小太监 似乎知道对方的身份 说道 尊使们慢行 今夜学大地华 小心脚下 莫子心里立刻咯噔一击 本来和元成对面坐 赶紧换到他身边的位置 假装镇定 眼神却警惕戒备 元成看在眼里 轻声说道 别人进不来 牵牛尾却是可以进来的 华仪应该早就到了 只要撑到下船 莫子摁了一声 实在忍不住 说道 我今夜实在不想来的 发现不能带人进来时 就心神不定 不知何时起 他已经很依赖 再赞尽他们了 不用怕 元成之下恶 大不了 跳水 你呢 莫子很自然地问 抓着你的胳膊 元成很自然地答 莫子俯额偷笑 觉得轻松了些 咚咚咚 脚步声很重 不是性格不好 就是心情不好 门脸挑开 率先进来一个中年人 瘦晶晶的 眼神不正 穿难得官服 随之 七八人跟着进来 这人一出现 元成的脸上 就露出玩味的笑意 而莫子见对方 不是大求使臣 暗自庆幸之余 也马上想到 这些人和元成的关系 再度紧张起来 元成是难得的逃犯呢 虽然元成在大洲当官的事 瞒不过有心人 但毕竟不是这样公开的碰面 无见又是元成最大政敌的儿子 这次出使大洲 万一提出要把元成引渡回去 怎么办 这样一想 他宁可碰到的是大求人了 至少他不是逃犯 也不用依靠政治庇护 在三国会谈的情势下 大洲皇帝会不会拿元成 来换些好处 很难说 看了看元成 却发现他的担心 那只犬 无见身后那些亲信纷纷起哄 夹着尾巴 逃回你一家子丧命之地 为杀了你爹娘的人的儿子 感觉如何 是不是特别能感悟什么是杂种啊 无见争鸣恶笑 莫子差点拍案而起 手上一瘟 却是元成的手 附上了他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